有些名字叫做GreenWayne事件77 蛤? 一個城市探險者 進入了GreenWayne 生產工廠 這裡已經廢棄很久了 而且關閉 在很多年以前 因為某些 呃...什麼事件啊? 損壞事件故障還是什麼 然後這卷錄影帶 因為...名字編號是 事件77 把它重新復原了 我們現在是要看這家工廠 被廢棄的原因嗎? 壞點的媽的 這個作者的遊戲你們一看風格應該就可以記起來對不對 他最喜歡做的就是 VHS型遊戲 然後每一個都黑漆麻烏 等等我沒有陪你們 一看就知道了 還有上次那個... 那個老鼠啊 這瘋狂打老鼠遊戲也是他做的 這是哪裡啦? 飛機工廠 這開門好複雜喔 所以這畫面比較順了 優化比較好一點 這也超爛的 3 呃...GreenWayne工廠回報 最近新聞中 工廠有...什麼傳聞正在發生 裡面的員工...工作環境非常的糟糕 而且沒有什麼安全保障 更深入的調查正在進行中 嗯...然後工廠被告... 5M是多少錢啊 500萬還是5000萬啊 還是5塊...5毛 你這個5毛 讓我看看 500萬美金 台灣工廠都不會被告 我來這邊到底要幹嘛啦 城市探險家 臭雞肥宅裡面有一個城市探險家 都會去廢區玩然後拍照片 你們要不要一起去城市探險探險 怎麼那麼黑啊 廢棄了怎麼還有電 我靠好高喔 這個工廠的 放機具的地方也太小了吧 這是要做什麼工廠啊 麵包屋是不是 而且這個樓怎麼走不完啊 這個像象牙塔一樣很窄 然後一路往上的通天塔欸 什麼都這地方 超白癡的 也沒東西可以撿啊 都是一些廢物 SCP 逆轉板 人家是往下 我是往上 鋼筋水泥都爆了 我們看起來好像很廢區 但是啪啪就是住在這種地方 哈哈哈哈 這傻小 他家的天花板都爆了 欸這種廢區探險我覺得很危險欸 走走突然就垮了 塌了 掉下去你就死 還要走 走屋簷 啊這上面是什麼 欸 哇這個化工太好了吧 我還是沒東西 有鬼啊 可以鑽過去喔 等等啦 蛤 我突然有個阿伯 欸 喔 我沒死欸 可以爬上去欸 這地圖怎麼那麼多 可以走的地方 這邊 這邊 哇 屋頂屋頂 我覺得我可以跳下去了 可是還是不要浪費時間好了 怎麼有個死人在裡面啊 看一下 3 訴訟進行中 關於這家工廠 這邊的CEO 擁有者 已經破產了 再來其他新聞 這裡的工廠生產物品什麼的 有的沒的 被停住了 整個生產量 有七成都停止 簡單來講就是被停產了啦 講那麼多屁話 老闆破產 工廠停產 怎麼都沒有了啦 他會直接吊死 被斷頭了你知道嗎 進去看看他的屍體 這屍體好有趣阿 恐不恐怖阿 怎麼怎樣 我要把它放下來嗎 而且他這邊死多久了阿 怎麼都沒爛阿 可以下去了吧 那外面怎麼有一層樓梯阿 這回去可以走的地方也太多了吧 我在屋頂了捏 這是哪一區阿 法環 黑成這個樣子 這回去看看 卡住了 丟 莫斯科新聞 喔原來這裡惡斯喔 這家工廠又發生了更多的悲劇 因為 公時 超過公時的工作 還有各種加班 每個禮拜 工作時間竟然超過100個小時 工人們每個都開始生病 然後這個禮拜 甚至還發生了更悲慘的命運 一個年輕的人 從鐵路 跳下去 從輸送袋還是鐵路阿 自殺了吧 那個人馬上就被殺死 然後他的家人 都很傷心 他們怪這家工廠 對這個人做了 痛苦的事情 之類的都是怪工廠 哇喔幹 欸欸欸欸 欸新聞不給看喔 然後工廠的老闆 一句話都不講 一個屁也沒放 這是屬人嗎 怎麼這麼多人上吊在這邊阿 而且一個禮拜超過100個小時 好像很無良一樣 原來俄羅斯的社會環境這麼的善良阿 叫他來台灣坐 馬上跳樓 還有哪邊沒有去過阿 這邊嗎 後面一個隊友給我閉嘴喔 在那邊呼呼哈哈的 這是剛剛來的地方嗎 蛤 我覺得不是欸 我都是下來看個報紙阿 陸外一個悲劇 又在這個工廠發生 這個工廠悲劇真多欸 25歲的女人 在其中一個大型的 儲存槽裡面 底部被發現 女人的脖子摔斷了 在她摔下來的時候 工廠裡的工人說 那這個老舊的樓梯 找到了 好了啦幹 這邊的設施都太老舊了啦 爬樓梯的時候那個女的摔死了啦 我要在哪裡才能夠去 我的故事進行的地點阿 這邊整個就是亂七八糟在走一些廢物路 是鬼嗎 喔不是的 喔不是的 嗚 老闆的靈魂 這邊吧 這邊我剛剛也來過啦 有沒有路 這音效是不是BUG了啦 我說真的啦 好煩喔 呼哈呼哈的 這畫面越來越虎 越來越虎耶 有沒有東西 這個員工 啥 發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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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樓是不是 這樣股票不要亂買吧 這邊沒有路欸 我也要跳嗎 蛤?我是上面下來的為什麼我要上去啊 這不就回來了而已嗎 不對啊這是哪裡啊 這是哪裡啊 這不是一開始的房間為什麼開始有蠟燭了 我要死在這邊了 這是一個詛咒的工廠 再進傳送這裡面 我要死了嗎 快 這麼快 這麼快 有一個人叫快速人 速速速速速人 這麼快 怎樣 好吵喔 吵的那個樣子啊 主角就是在這裡死了 被鬼斷頭了吧 我怎麼還能動啊 為什麼跟我講的不一樣 被鬼抓了 被女鬼直接抓來傳送到不知道是什麼 儀式 儀式教堂 怎麼辦繼續走嗎 好黑喔 有鬼有鬼 喔 又被抓了是不是 搞什麼鬼 Ending 1跟3 1到3 畫面不要閃 犧牲 更進一步的調查 這個廢棄教堂跟這個工廠裡面的人 他們好像信奉著某些信仰 信仰就是把人犧牲了之後可以讓自己得到永生 所以他們 把那個女人拿來當作祭品 雖然表面上是什麼 樓梯壞掉摔死 實際上是被這些人殺死的 這樣子簡單多了吧 所以那家工廠發生了 一大堆的公安事件嘛 比如說什麼人摔下來啊 然後有人掉進了什麼東西摔死啊 墜落啊 這些其實都不是意外 都是裡面的 比如說老闆 或者是那些邪教團體的人 故意製造的意外 然後讓他們死掉之後 變成獻祭的祭品 大概是這樣 但是那個女的 為什麼會變成鬼出現 可能就是因為 獻祭之後的怨靈 抓狂了嘛 然後把那邊的人 剩下的工人都殺光 所以那邊就廢棄了這樣 大概是這樣 工作100個小時關我們屁事啊 沒什麼啦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台灣小島非常的怨氣 很重你知道嗎 慢慢每一代的人被壓榨啊 各種社會壓力環境啊 我們都會變成怨靈 我們就算死了喔 也會在這個島上面 就是卡在這裡 變成永生的鬼魂 彼岸島 先關掉啦 沒有啦 普通普通啦 這次的優化好一點 比較順暢是真的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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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